这六位肌肉健美健康阳光的外国人 是来自澳洲的消防猛男 光看一身的肌肉就很吸睛 实际上他们的内在更有料 继去年来台湾交流协助板桥动物之家 任养浪浪的活动推广后 今年再度来台 仍把推广任养不弃养的任务摆在第一位 希望喜欢小动物的好朋友们 把可爱的浪浪带回家 我们来自于澳洲的消防队的 这些消防队员去年造访之后 那我们在去年我们的任养量 已经超过了7000只 这是一个然后各方面的品比 在全台湾的品比也都是非常的棒的 都是名列前茅的 所以非常要感谢今天在座的 所有来自于远方的好朋友 新美食动保处出动美女兽医师 陪同澳洲消防猛男 带领他们认识板桥动物之家的动物收容环境 帮忙照顾毛宝贝一起带着他们跑跑跳跳 而他们不仅仅担任了推广任养不弃养的一日大使 更是捐出了2万元 让毛宝贝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 我们也会给他一个像社会化的训练 也会给他一个基本的教育训练 那这些狗狗让它社会化之后 然后进入每一个家庭 然后得到大家的钟爱 澳洲消防猛男训练出强壮的肌肉 随时因应勤务需求出入危险境地 还有一份温柔的心意 来到台湾参与多项公益活动 包括了和新北市消防猛男合拍2020的月曆 和美女兽医师搭配 推广任养不弃养 给他一个温暖的家 希望能够提高任养的机会 协助浪浪能够找到新的主人 中佳新闻林立吴志恒 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